各位投资朋友大家好 今天是2023年1月19日 这是林小和谈投资理财的第512集 又有人被骗了 这种很智障的骗数 猜猜我是谁 竟然也可以骗走3000多万 台湾的诈骗集团为什么不会消失 有三个原因 第一个很好骗 第二个很难抓到那些诈骗集团 第三个就算抓到那些人 好像也不会怎么样 所以台湾的诈骗集团永远都不会消失 每天都会有人被骗 大家一定要守住你的辛苦钱 现在大家已经习惯用赖在打电话 只要不是用赖打给你 是打你的手机或室内电话 你电话要接起来之前 一定要先假设它是诈骗集团打来的 这样你才不容易被骗 现在是凌晨0点37分 目前美股是下跌的 不过不用太紧张 NASDA已经连涨7天了 就算跌一下也还好 美股最近虽然表现不错 不过还是很多人看坏美国的景气 都说美股还会往下跌 我是觉得不要多往坏的方面去想 投资一定要有信心 如果你没信心 投资这条路是很难持续走下去的 你用定期定额去扣 根本不用太担心 今天这一集就谈到这里 下集再见